大家好,我是April 今天就和大家去大埔海濱公園和看花位展 先說說交通 如果大家坐巴士的話 大家也可以坐以下巴士直到 或者坐K17號港鐵接駁巴士 如果是自駕人士 可以把車拍到大華街的收費公眾停車場 或者大景街的麥錶位 就像我們這次一樣 拍好車就可以由海濱長廊出發去海濱公園 當日天氣很好,又不會太熱 一路走可以欣賞一下花草樹木和海景 真的很舒服 走了大約10分鐘就到公園了 先讓大家了解地理環境 因為我們是從海濱長廊進去的 所以先向最近的西式花園前進 這個公園是康諾文化事務處 客客最大的公園 不是開玩笑 進去好像進了一個叢林 進去就有些體育設施 昆蟲館和多個主題花園 這個西式花園就是其中一個 我看到這裡的設計都挺吸精 有很多幅立體壁畫 給別人拍照打卡 再走進一點 這裡就會見到 杜鵑花形成的拱門隧道 襯抬著人造流水 真的很漂亮 穿過拱門隧道就會到達玫瑰園 在這裡種了各式各樣的玫瑰花 看到這麼色彩繽紛的玫瑰花 立刻笑女心爆發 在玫瑰園旁邊就有個叫花海的地方 在這裡就進了幾排五眼綠色的小花 在這裡拍照也不錯 再走前一點就會見到香港回歸紀念塔 這個塔可以說是整個公園最名牌的部分 這麼難得來到當然要走上去看看 這裡風景真的很漂亮 在這裡可以見到套路港公路 遠處還可以見到馬鞍山 看完風景就是時候向今次的主角 花偉展前進了 花偉展就設在昆蟲館的旁邊 因為疫情的關係 花偉就以全新的形式舉行 分拆於全港十八區圓埔展出 分別有東方和西方圓埔作為主題 很明顯大埔這個是西方圓埔 布置就像童話故事裡面的動物森林 襯托著五眼綠色的花 真的很夢幻 不過始終都是花圃形式展出 所以範圍也很小 不知道是不是來得不合適了 我看到有些地方都沒有擺滿花 所以都有點失望 不過一場來到都要打個卡 如果大家喜歡哪個圓埔 可以在3月19至4月19日參加投票 選出心目中最喜歡的圓埔 投票者還可以參加抽獎 詳情可以看回香港花偉展覽的官方網站 我們應該用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就已經看完花偉展了 不過幸好這個公園還有很多東西看的 就像身後這個昆蟲館一樣 尤其是小朋友 真的看得很開心 還有教育意義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石頭 在臨走的時候 也打算到處隨意逛逛 但大約在這兩個位置 竟然被我發現有很多櫻花樹 但我來的時候已經開得很盡 而且有些開始凋落了 所以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也不用特意去看櫻花樹 不過在沒有計劃的情況之下 也看到櫻花真的很驚喜 這些這麼漂亮的櫻花 就為今次海濱公園之旅 畫上完美的句號了 總括來說 這個大埔海濱公園都行得很舒服 漁藝都做得很出色 不愧是全港最大的公園 不過可能在花展期間比較多人 在我上花的時候 都聽到有些口覺 雖然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但聽到有人爭吵 都會影響上花的心情 所以希望無論是上花 或影花的朋友都要互相擁養 今次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有什麼好玩好吃 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